感觉快临近过年了吧 回家的人也挺多的 然后感觉烟火气也挺重的 路上的车多了 商场的人气多了 人气特别好 朋友聚会的这种可能性也大了 平时我们出去溜达 或者上商场什么的 感觉也很方便了 这个体验我觉得 比之前要简洁方便得多了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防护 做的还是挺好的 我是17年来的 今年是三年以来头一次回家 回家一定要先给我母亲 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再跟我爹 好好的聊聊天 这三年的见闻 也是非常有趣 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我们公司在非洲 我在那里做财务的 在那一年多吧 之前在北京工作有五六年了吧 前几年因为疫情都没怎么回去 我和媳妇一直属于两地分居的状态嘛 结婚之后也就是匆匆的结一下 然后又分开了这样的 这次终于是我们两个是能够一直在一起 然后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最想见我老妈一个人她岁数也大了 在外边嘛就一直牵挂着老妈 虽然每次可以通过视频来看呢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说见面那么好 而且想吃老妈做到家里的饭菜了 特别特别想 最想见兄弟们肯定是兄弟们啊 跟兄弟们出去玩 都想见爷爷奶奶奶妈妈都想见 不光是自己小家庭里边的人 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都能在一块 就是还挺开心的 我最想见我奶奶 对我最想念我的奶奶 所以我才今年打算早点回家 目前就想去三沙特别漂亮 小学课文里的样子嘛 璀璨民族碧蓝的海水 环境非常优美 可能会去一趟泰山 因为很久以前就想去了 一直没有机会 准备在凌晨的时候 爬到泰山上看日出 希望能在年前一起出去玩一趟 我们广西有个古镇叫黄窑古镇 我们打算一起去那边过年 然后就体验一下那边过年的氛围